第一,有很多人就說 有個名言就是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加難 我們現在香港有個名女人叫林鄭月娥 可惜她就沒有把這個婦女事務委員會 升格成為一個法定組織 或者是一個有公權力的組織 所以婦女的權利是吊吊的 婦女是受到壓制的一群 根據2016年樂師會公布的 香港婦女貧窮狀況 女性的貧窮人口有六十一萬四千一百個 多不多 跟著婦女中生2016年發表了一部報告 有六十四萬的無酬家庭照顧者 其中有九十七個percent是女人 他們是沒有強積金的 支柱去 照顧她退休之後的生活 所以他們 是淪為 長者貧困的大戶 是不是 貧窮人口 在長者有四成 三分二是女性 小弟在這個做立法會的時候 連續拉布五年 叫你們成立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去令到我剛才說的 那大約六十一萬的主婦 無須要因爲 去湊大子女 而又沒有強積金 而即時要去撿紙皮 林鄭月娥應該尚有高同 她的媽媽有她照顧 其他人呢 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 香港男性每月主要職業收入的中委數是 一萬六千八百九十元 女性是一萬二千元 男女的收入差的一截 有事做的又貧窮 沒有事做的更加貧窮 臭子女的又貧窮 林鄭月娥身為人母 應該明白主婦的辛酸 身為自己是子女 應該知道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不是她一個人孝順 是要她這個名女人 去理解窮女人的辛酸 去引入全民退休保障 去切實實行同工從籌 減少外判 令那些貧窮婦女減少 徐夫局長 下次要羅志剛局長來聽 那你也不來羅志剛 垃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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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